六年前那段時間來,就樣樣很多計數 衛生副而已,這件事是衛生副而已 我來說,不做這件事,你這裏生存 整齊來說,其實是我習慣 我本身不是做開這行的,做首飾那類 要求都很高下的 習慣了人做事的規則是怎樣走的 不怕說的,這個鍋是六七年了 老水鍋,你看看,白色的 你的眼光可能看我,擺了很多心機下去 但我的習慣呢,我自己是這樣做的 我在這裏做了六七年 深刻比較南亞裔的人多些 比較粗豪些 但有時見到他們在一起的時候,就很有禮貌 我們香港人做不到 我本人多數都是跟他中文溝通 他有時不是說英文 他說回他們的話 他就有時指 第二,想知道他買了什麼 就拿著多少錢 他拿著五元 我估計他五元是買什麼 所以一樣樣寫了價錢 太久沒有休息了 一年,我休年初一 第二天開工 除非爆風球 爆風球休息 沒事的,做生不如做熟的 基本上,不想轉來轉去 再轉,可以重新再來過 我一個人去做事 所以我放了很多東西 在這裏 他要給我在這裏 不用走過去 但每天這樣走就很累 不可以請人 請人請不起 也有時間悶那段時間 但問題上就是 如果悶,我自己找工作去做 所以不能有空 如果真的要做事 始終是找很多東西的 就算做到沒有工作 最後一件事 你便清潔一下 經常聽新聞機 新聞機來說 都是過日神的 電視就看三十分鐘左右 新聞 看完新聞便關機 去廁所便關門 那就是去一次而已 現在逛逛 吃完飯也是去一次而已 晚上吃完飯也是去一次 很多 就是盡量控制 如果譬如說 有什麼病痛 那就大劑了 不是,做這行是這樣的 它服務性行業 基本上就天天都有人來買 基本上香港人 我覺得是習慣了這件事 但損失就是什麼呢 跟家人過節過剎那 我昨晚跟我談談 他說 哇,整六七年 還沒跟那個 就是 哪個女兒過敗审 是有損失的 有間小藝廳在這裏 不是阻礙香港政府 是很多地方 但是現在香港 不是很多間的 有些是因為經濟能力 生存不到 很多都生存不到 買到不夠交租 那它怎麼生存呢 有沒有回報 我不會想回報是怎樣的 如果你想完這件事 這個數目很難計 期望沒有什麼期望 每天都是這樣做的 想自己做得開心一點 看開一點 我跟有些客人教我 有些東西看開一點 在哪有些人家 在哪有些人家 有些人家 在哪有些人家 要從馬塑